大家好,我是张超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 关于如何扩展Apache APSX 成为一个服务网格编车代理的主题分享 这是我本次分享的大纲 我的分享将由四部分组成 首先第一部分我会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Apache APSX以及它的一些架构 第二部分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在将Apache APSX扩展为一个编车代理的时候 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是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 第三点的话是关于APSX 作为服务网格编车代理的优势 最后会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APSX Mesh的一些未来的规划和发展 首先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张超 我是Apache APSX的PMC成员 我也是TAS基金会的大使 那么我本人的话还是一名开源爱好者 我为Ngix、Operacity、KBIS Ingress Controller等项目都做过一些贡献 那么目前的话我工作在服务网格以及API网关的领域 底下是我的GitHub链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 以及和我在上面进行一些交流 那么首先是第一部分 什么是API-6 API-6它是一个高性能全动态的云人生API网关 那么因为它是基于Ngix跟Operacity实现的 所以它天然就继承了这两者的一个高性能的能力 那么其次全动态意味着当你对它做任何的配置变更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重启它 那么与之相比Ngix它就需要去涉及到一个服务重启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是相对比较高昂的 你需要有一些连接的断开 以及在重启过程中可能会有占用高达两倍的一个资源占用 那么其次它还提供了很多开箱技能的功能 比如说像负载均衡 那么API-6有提供像带权轮群 以致行哈希EWMA等这样的负载均衡算法 那么同时它还提供很多种服务发现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Consult KV做服务发现中心 也可以使用Nacos Iluca这样的一些注册中心来完成服务发现的功能 那么其次呢 API-6它还提供了很多服务治理的功能 例如像泄露限速认证授权等这样的一些能力 第二点很第三点很重要的是 API-6它是基于插件机制的 所以你对它进行扩展非常容易 你不需要去修改 大部分情况下 你不需要去修改它的核心代码 而是在它的插件系统上实现一个新的插件 可能就可以满足你的大部分需求 那么API-6有一个非常活跃且健康的社区 如果你有在在使用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社区里面进行交流 那么它也会很快的得到大家的回复 那么这个社区目前也在短暂的发展 下面是API-6的首页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也会在上面登记很多新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新版本的发布都会在官网上面进行更新 这是API-6的架构图 它的架构主要分为数据面和控制面两部分 左边是它的数据面右边是控制面 那么数据面的话其实就是API-6自身 也就是拿来完成真实流量代理的一个组件 那么在它之中包括了一些像前面提到的 服务质力的线流线索认证等相关的功能 还有一些安全相关的能力 以及一些可观测性 比如说logging metrics tracing等这样的能力 那么右边是它的控制面 控制面的话是偏一类管控性质的组件 那么比如说有API-6 dashboard 那dashboard的话 我们可以在dashboard上面完成一些配置的变更 下发等这样的事情 而实际上真实的配置变更和下发 则是通过控制面左下右下角的ETCD集群去完成 API-6它是通过watchETCD集群去获取到真实的配置变更的 那么控制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控制面组件 就是可观测性的组件 比如说像apache的skywalking 普通米修斯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日志相关的一些组件 它都可以和API-6进行对接 从而把可观测性给它服务的可观测 服务的一些可观测性能力暴露到控制面 那么我们来考虑两个问题 首先使用API网关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在使用API网关以后 服务的调用方和被调用方 它们中心是结偶的 被调用方的一个扣扑就被API网关隐藏起来了 那么所有的调用都会经过API网关 那么API网关就可以在它自身做一些治理的能力 例如像限制一些调用方的身份 比如说认证授权 还有是控制调用的频率 比如说有限流限速 还有的话就是帮你完成服务发现 那可以及时的感知到服务的一个实力变更 那就是像API网关一部分的能力 那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到服务网格呢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一个公司的微服务 可能不仅仅存在一种编程语言实现 它比如说有Java Go和Python等这样的语言 那么原本的情况下 服务治理功能是集成在框架中 这意味着一个框架可能同时有好几个语言的版本 那么在维护这些语言版本同步都会比较困难 而且在真实实用时还要考虑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同时升级也变得非常的困难 而使用网格以后 这些服务治理的能力 都被下沉到了一个进程外的一个编车组件 由这个编车去帮你完成这些事情 那么业务同学不再需要考虑这些服务治理的能力 他们只需要聚焦在自己的业务开发上 而这部分的基础功能都由专门的团队来维护 那么第一个它的升级变得容易 第二个 我们不再需要不再被多语言给绑死 而现在是变得语言独立 那么因此我们只需要维护一个版本的服务治理的一个能力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去实现多版本 所以它现在变得和语言无关 这就是服务网格所带来的其中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那么除去这些优势以外 大家会发现服务治理完成的功能 这个编车代理完成的功能本身 还是那些服务治理的能力 而这些服务治理的能力 大部分情况下又和API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能力是重叠的 例如像认证、MTOS、咒权、服务发现、服务治理限流限速等这些能力都是类似的 所以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重叠的 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一类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考虑说 那么API6它是否能够在服务网格中发挥一些能力 而不仅仅局限于它原本所擅长的API网关领域的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思考 我们也去做了一些调查 调查为二的是中国国内十几家在做服务网格落地的公司 那么我们发现服务网格在国内的一个使用阶段 它非常的早期 而且在这个阶段大家重点关注的是HTTP的代理 以及像使用流量切分功能来实现一些金丝圈发布 灰度发布以及蓝绿部署这样的一些发布策略 甚至在东西向的时候大家可能连MTOS也没有使用 而仅仅是使用明文进行传输 那么第三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可观测性 因为现在打个比方说两个服务实力 A和B它们进行交互的时候 并不是直接通信 而是中间会有各自的一个编输代理去帮助他们完成通信 所以如果没有强大的可观测性能力支持的话 那么整个服务的调用链路是不够清晰的 那么有了这几点市场的调查以外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API-6它自身 它自身是否足够硬核 能够支撑起服务网格的这样一些功能能力 那么我们重点考察的是 服务网格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 它在API-6上是否存在 那么主要范围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代理类的 比如说像HTTP JRPC TCPUDP这样的一些代理 那么因为API-6它是基于NJX 而很多功能NJX也早已为我们提供好 所以像这类代理的话 API-6也是完美能够支持的 那么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流量切分 通过流量切分来实现灰度发布 蓝率发布 金丝缺发布等这样的一些发布策略 那么API-6也通过了它的一个traffic split插件 来完成了这些功能 还有就是像负载均衡健康检查 等这样的一些能力的话 API-6也完美的支持好了 比如说API-6它还支持主动和被动的 分辨两种健康检查策略 那么它在KBIS场景中 它可能能够更快速的比 虽然KBIS它提供了一个主动健康检查的 一个能力 就是基于Cubulator的策略 但是API-6它的一个健康检查的机制 相比Cubulator的更加的灵活一些 那么而且它的一个周期 可能发现的也会比Cubulator更早一些 所以配合这样的主动健康检查能力 可能在服务网格中 它能够更快速的发现一些健康的实力 从而更好的保证一些服务的质量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像认证 那么API-6它除了支持像MTOS这样的端到端的认证以外 它还支持一些请求力度的认证 比如像使用GWT Token KeyAuth 或者像更简单的BasicAuth这样的一些认证方法 那么这也是通过API-6的插件来实现 那么最后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服务网格的可观测性 那么其实还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Matrix 第二部分是Login 第三部分是Tracing 那么这三部分也是由API-6通过和不同的插件进行集成而实现 那么从这点上来看 API-6它的能力上已经完完全全能够胜任一个API-5网格的一个代理 编辑代理 那么既然理论上它可以作为一个编辑代理 那么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一定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这边的话我主要列了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 第一点是我们应该去怎么保证 API-6在服务网格的场景下能够及时的去获取到变更 这其实是和前面我们那张API-6架构图中的ETCD集群有很大的关联 原因会在后面进行解释 第二部分的话 因为读网格它除了数据面以外 它还有一个控制面 那么我们数据面既然使用了API-6 那么控制面需要怎么去考量 是使用现有的去和他们对接 还是说我们自己造个轮子 然后做一个完完全全适用于API-6的控制面 那么第三部分 如果我们需要对API-6进行改造 那么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一个语言的生态 语言以及它的平台的生态问题 因为API-6它是基于Lua的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Lua和OpenRestate的一个生态问题 那么就这三个问题 我们来一一解答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怎么去保证在服务网格场景下 API-6能够及时获取到配置变更 那么前面提到 它是在网关的场景下 它是通过ETCD去watch到ETCD当中的配置 那么ETCD是一个强一致性的KV存储 它使用的是RAFT分布式共识协议 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而正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协议 这导致了ETCD它不具备高性能 也就是它所能承载的连接数不能太多 而在一个服务网格场景中 尤其是我们使用的是编车模式下 一个服务实力有一个编车代理的时候 那么当这个服务网格里面的实力数变得很庞大的时候 这也意味着这个编车代理 也就是API-6它的数量会很大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ETCD集群就会变成最后的一个瓶颈 而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所以就必须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性能瓶颈问题 那么我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干脆不用ETCD集群 我们去改API-6 去换成另外一个更强大 更适合服务网格场景的一个PV存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配置中心方案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以引入ETCD proxy 那么ETCD proxy它实际上确实能够帮助去收敛 减少一些到ETCD集群的连接数 但是很遗憾的是API-6它在和ETCD通信的时候 它并不是直接使用的JRPC协议 因为罗兰的生态问题 它使用的是HTTP RESTful的一个通信功能 而是由ETCD集群每一个服务实力本身的JRPC Gateway 去把HTTP请求运输到JRPC请求 来完成这样一步转换 那么ETCD proxy它并没有带JRPC Gateway这个功能 如果我们想要使用ETCD proxy的话 我们就必须对ETCD proxy进行大量的改动 也就是说我们要么去改ETCD 要么去改API-6 这是带着一个问题关于真正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会在这三个问题回答完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去选择一个服网额的控制面 那么从就从现在来看的话 控制面的话有好几类 比如说像第一类 它们是实现了envoid的XDS协议 然后使用envoid作为数据面的 比如像istio 还有控公司的Kuma 还有像微软搞的OpenService Mesh 它们都是对接了XDS协议 那么还有像linkedir console 这样的一些组件 是相对来说是自己玩自己的 就是数据面控制面都是自己家的 然后一个专用性会比较强一些 所以它的普世性没有那么好 那么第四个方案 我们可以自己去再造一个轮子出来 然后让它跟APSX完美的结合 当然这样也是一个好的方案 只不过开发成本上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周期也会比较长 然后是第三个问题 就是Lua和OpenReset的生态问题 因为APSX它大量的代码都是使用Lua写的 而Lua很强大 但是它有很多工具都是缺乏支持的 比如说它没有很好的JRPC的支持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OpenReset的社区是不活跃的 这导致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去改APSX 接另外一种配置中心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我们需要自己去造一套轮子 去对接这个配置中心 去写一套配置中心的OpenReset Lua版本的一个SDK 那么这样一次一来 我们背后是没有社区支持的 相当于我们做了任何问题 都是要自己单着 自己去负责 所以它的这个过程会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仅仅是想通过改APSX自身 让它去完美的适配到浮网格体系中 那么可能会比较的困难 以及成本会比较高 有点得不偿失 所以呢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仅仅使用APSX 可能并不足够在 让它在浮网格领域中 能够发挥它自己的能力 那么既然它自身完不成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找一个帮手 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了 APSX MeshAgent的这样一个项目 计算机科学里面有一句名言 相信大家都听过 就是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引入另外一个中间层 来给它解决掉 那么APSX MeshAgent 就是这样一个中间层 底下这个是APSX MeshAgent的 一个项目主页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也会也在积极的 为这个项目进行一些开发 那么它完成了什么功能呢 首先我们知道 它是APSX和浮网格控制面的一个中间层 那么作为一个中间层 它完成了以下的一些事情 首先它会从控制面去获取配置的变更 那么除此以外 它还模拟了ETCD 所谓模拟ETCD指的是 从APSX的角度来看 这个APSX MeshAgent 它就是一个ETCD的Server 它就可以从MeshAgent这边 可以通过标准的方式去获取到ETCD的里面的一些配置变更 是这些比如说像APSX路由上游等这些 还有证书这些配置的变更 那么第三点 它帮助APSX去拦截了出路流量 这就好比是ETCD的那个PilotAgent所做的事情 PilotAgent在一个服务的实力启动前 启动前会把这个POD里面的IPTBOOKS规则给建立好 从而使得后面的NVOID能够拦截到所有的出路流量 那么它和控制面交互 它需要有一套通信体系 而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几种现有的服务网格控制面 来说的话有像基于XDS的 还有像Council跟LinkedIn这样自己玩自己的 那么因为XDS这个协议现在很流行 普世性也比较强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使用XDS协议 而不是说和一个固定的控制面绑定 因此但凡是实现了XDS协议的控制面 它都可以作为APSX的控制面 比如说像Eastio,Kuma,OpenService,Mesh 那么当然因为考虑到自研一个控制面 它的周期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也没有选择自研 那么当它通过XDS协议获取到配置以后 它会把这些数据格式 从XDS所定义好的格式 给它短换成Apache,APSX自身的一些格式 比如说它会把通过RDS这个路由发现协议里获取到的Route configuration 给它改成Apache,APSX的Route 以及把通过CDS这样的集群发现协议获取到的Cluster 给它转换成APSX的Upstream 以及像通过EDS Endpoint发现协议 把Endpoint改成APSXUpsit里面后端的关键节点 那么这些转换后的数据都会存在它的内存里面 而因为APSX自身的数据格式 它相比于XDS来说很紧凑 所以这些数据转换以后再存在内存里 相比于直接存储XDS的格式 它会占用更小的内存 然后说第二点它模拟了ETCD 它模拟的其实是ETCD的V3 ETCD我们知道有V2、V3两个版本 而APSX现在已经只支持V3版本 因为V2的话它的一个功能相对会比较弱一些 所以已经被废弃了 而我们这里APSX Mesh Agent所模拟的 其实是实现了ETCDV3的API 然后把它自身假装成了一个ETCD集群 那么这样子一来APSX它可以在零改动的情况下 对接APSX Mesh Agent 然后从中获取到配置 那么前面也提到过 因为从数据源真正的是从XDS那边获取来的 或者说是从浮网和控制面获取来的 那么它把这些数据转换成APSX的格式以后 存在APSX Mesh Agent的内存里面 然后再通过这个假的ETCD server 把数据传递到了APSX 从而我们就模拟起了一套ETCD集群 那么因为它现在是每一个APSX边上都会有一个APSX Mesh Agent 这样的一个中间层 而现在就不需要再引入一个完整的真正的ETCD集群 这样一次一来就把前面所提到的ETCD 它没法承受太多的客户端连接数的这样一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也相当于我们把这个问题通过分布式 引入到每一个边车 引入到每一个APSX实力本地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这里是一张使用了Mesh Agent和APSX作为服务网格编输代理以后的一个架构图 大家可以看到上下两层分别是控制面和数据面 比如说控制面这边的话你可以使用Esteel Kuma 那么重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面 数据面这里的话每一个方框它都是一个服务实力 那么里面会有像实力本身的一个容器 以及一个APSX的编输代理容器 那么在这个编输代理容器里面其实是有两个进程 一个是Mesh Agent一个是APSX 那么APSX它实际会处理正式的流量 然后和本地的实力以及和实力所需要调用的目标服务的实力相交互 那么Mesh Agent它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蓝线 它和服务网格的控制面进行了交互 可以从再通过XDS协议把配置从控制面下发到的数据面 从而最后把这个数据能够喂给本地的APSX 从而能够让APSX在服务网格中能够完美的运行起来 那么使用APSX作为一个服务网格的数据面 编输代理的优势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我们前面在讲到APSX的时候提到过 它的一个高性能 那么既然它在网关层有这么高的性能 那么同理它在服务网格当中也是能有这么高的性能 这一点是天然的 那么第二点你可以去附用APAGE APSX所有的插件 我们所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把它能够把这些插件的配置 能够从XDS的格式转换为服务网格转换为APSX自身的格式 那么就可以让这些插件跑起来 那么如果说现有的插件还是满足不了服务网格中 可能某个客户的一些需求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对它做一些二开二次开发 那么由于Rua它很简单 它上手也比较容易 可能你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能学会它 那么所以你需要在使用它去做二次扩展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简单 所以它的一个二次开发的成本也会比较低 那么即便说大家觉得可能Rua语言太low 我也不想去学 那么那也没关系 APSX2.0以后它就支持了多语言插件开发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Rua 你可以使用Go或者是Java这样的语言 去做一些插件的开发 那么总有一款适合你 所以一定能够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 去把APSX扩展起来 然后满足你的业务需求 那么最后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 如果你使用了APA级APSX在服务网格 那么你就可以统一南北和东西向的一个技术选情 那么运维同学也不再需要去维护两套技术体系 这样子一来对运维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 最后的话想跟大家聊一下APSX未来的一些规划 那么首先的话 其实目前我们对XDS的支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未来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对XDS协议能够支持的更加完善 比如说我们把更多的认证功能给它支持起来 更多的请求转换 协议转换的一些功能支持起来 以及像还有一些跟服务努邦性有关系的 例如故障注入这些能力都能够支持起来 这些功能都属于APSX已有 只是需要把适配做好 从而使得它能够从控制面完美的传递到数据面APSX这边 那么我们做的完全就是一层翻译的工作 那么第二点是可观测性 这个和上面也一样 APSX它都支持 我们要做的也是一个如何适配的一个过程 那么可观测性也是APSX Mesh接下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需要把它的一个运行状态更好的展示到大家 展示到用为同学的眼中 然后从而对服务的运行能够有更好的了解 那么最后一点毕竟一个已有的控制面 它的第一选择数据面不是APSX 那么还一定会存在一些情况 可能它和APSX是不太适配的 那么如果说后续我们经过一些考虑 如果说现有的服务网格控制面 它都没法很好的和APSX继续工作下去 我们也会考虑再从头造一个服务网格的控制面 使得它和APSX Mesh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APSX Mesh发展的几个方向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